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MPG02 夜間戰鬥員 列車知識人 月影 死給 那這隻也知道 過很久了 一直沒時間介紹它 因為要介紹它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需要有勇氣 因為年紀大了 就會很害怕 這種複雜變形的知識人 那它的包裝呢 一樣非常的有質感 列車的神態 跟知識人的神態 那翻過來看呢 你就會發現 它就是組合雷電的右腳的部位 還有一些產品的附件 那它的列車的原型是 EF65型電視之光車 死給 就一樣打開來盒子吼 這是我已經玩過的啦 那就把它打開來 裡面就是有一個Poke的設置 然後就有列車 鐵軌 還有一把槍 兩個電視桿 跟一個腳架的透明零件 那你還會有一張說明書 看物表 還有一張卡片 印刷的也是非常的精美 首先看一下這個 EF65型電視之光車的神態 那它的頭應該是前面這邊 因為這邊有凹槽 說明書寫的啦 電視實態一樣是非常的漂亮 好像真的鐵道模型一樣 非常的精緻喔 窗戶的刻畫 還有透明的零件 底下就是一整排 滿滿的輪子 可以給你錄 輪子的零件都是真屬的部件喔 那這個後車門可以打開來 就可以放入我們的槍 就督進去就可以了 它就會卡住 再把這個蓋板蓋回去喔 非常精緻的一個收納狀態 看一下它的車頭造型非常的精緻 塗裝也非常的到位喔 真的很像一台真實的火車模式 車頂表現的也不錯 視節刻畫也很豐富 那它的車頂可以安裝這個電視桿 那這個電視桿是合金的零件 那包括它的前端也是一樣的 就是把它卡住 然後你再把附贈的鐵軌配件呢 把它結合起來 那上面這兩塊應該也是金屬吧 你就可以把你的列車放到上面 那只等它的輪胎都把它可以卡住 這個樣子才對 因為它的輪胎有時候不會排成一直線 那看起來就是真的很像一台真實的鐵道模型 你放到桌子上 你跟別人說這個是變神之桿 應該沒有人會信喔 那跟他們的隊長中葵的 零四星幹線拔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帥似喔 而且零四星幹線因為是隊長 所以它的長度會比較長一些 非常的帥喔 那像是有一位觀眾有提到它的後輪的確是沒有辦法浮貼到地面 那反而是卡扣扣緊之後它會縮進去就沒有辦法浮貼地面 那你是可以把它稍微的摳出來 反而就可以浮貼到地面了 那你可能真的要把後輪拉出來一點 不過這個樣子就是稍微的貼到而已啦 不知道算是設置的瑕疵嗎 還是我沒有變好呢 然後各位看到列車後面都有這個連結的接口 沒錯我們就可以來列車合體 鐵軌合體 因為列車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軌道的寬度也會不太一樣 你就可以把你的列車連結起來 鐵軌也連結起來 看起來就更加的帥似 更像一台火車 非常的好玩喔 收紙越多就可以連結的越長 就可以把一整台火車連結起來了 那光是火車可以連結起來就讓你非常的興奮了 好好玩喔 那它還有一個腳架的透明 可以把它分剪開來 那它是透明的 零件比較危險 放到底 放底下呢 這個車輪也可以先把它打開來 那這邊已經有一個縫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這邊可以暴力一點 讓它一口是整個打開來 那這邊車門的地方就可以把它湊開來 這邊我覺得最危險啦 因為它只是一個圓柱 扣柱而已 就把它打開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轉過來 去扣住這個卡準 就把它直合起來 壓 旁邊的輪胎也可以把它折下來 然後再扣起來 之後 這邊有一個滑槽 就可以把它 寸到上面去 那放到腳的側面呢 這個蓋板就是後腳跟 所以我先把它打開來 再把它轉到後面去 再卡入這個縫式裡 那這個就是前腳掌 那時事這個時候 腿就可以把它扣起來了 剛剛是這個樣子啦 現在把它移下去之後 就可以把它扣直了 後面列車的這個車門呢 沒有固定的卡扣 就是稍微把它轉到下面去就可以了 腳腿這個蓋板 可以把它翻出來之後 那這邊有兩個關節 先把它轉這邊 那直著呢 再把它轉下去 就可以蓋到底下這個凹洞 那旁邊也有對應的凹洞 就把它蓋下去 那腿再轉過來 這個裙甲再把它往下移 那後面這個關節制的 再把它推到底 那另外一隻腳呢 放到背面 先把這個關節合起來 那這個車輪可以把它抽到上面來 再折個90度下去 一樣是打開來這個比較危險的蓋板 那可以再轉個90度 之後再扣住這個卡扎 就把它 直接合起來 一樣我們變一下腳後跟的位置 打開來之後 繞過去 背後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小腿就可以整個把它 結合起來 後面這個車頭 再把它輕輕的蓋下去 那記得把這個連線蓋 彎到外面去 一樣打開小腿的蓋板之後 先彎這一段 再彎下面這一段 就可以把這個蓋板 蓋到小腿的側面 然後 裙下一樣把它往下折 這個時候因為怕忘記 可以先把它的腰往後 抽 接著呢 我們可以把車頭的蓋板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就是身體的護甲 底下這一塊也把它折下去 那先稍微扣住就好了 旁邊這排車輪呢 它有一個雙段關節 把它移到下面去 再用你的手的力道把它壓進去 接著呢 我們要把旁邊這兩個車門扣出來 但是上面這個蓋板呢 可以把它往上方一點 因為這邊有兩個卡扣 就比較不會阻礙到啦 那你之後這邊可以用一點暴力 就是直接把它打開來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的車頭就可以轉個90度下去 車頭可以再轉個180度下去 那聰明的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就是雙手的部位 就是憑你的直覺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也可以把後面的蓋板打開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的拳頭放出來 另外一隻手也是 再蓋回去 接下來這個角度比較難搞一點 這邊有關節可以先把它往外一點 那這個手臂呢 就把它旋轉一下 轉到外面來 那這個蓋板可以轉到這邊 那這個二頭肌的地方 因為有這個凹槽 所以就把它轉個90度 轉到側面來 這個車門的蓋板就可以旋轉到上面的位置 接著呢就可以憑你的直覺 這個關節往前凹 手臂往下折 你就把它凹到這個手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手臂打直之後 那這個關節呢 先把它提到前面去 那手臂再把它轉個90度 蓋板折個90度 二頭肢轉個90度 這個車門呢就把它往上提 接著就是憑你的直覺 把手臂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那接著就是背包打開來 就可以把它音質稍少的頭把它扣出來 再把背包扣回去 接著呢你把鬆甲打開來 它應該是要扣到這個位置啦 就把它扣緊就好了 接著你再把拳頭把它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完成列車知識人月影 死給欸 那真的好帥的一隻啊 那它的生死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帥 整體是深藍色的配色 側面看背包比較沒有那麼大的 那去拿這一片還是有突出來 不過還可以接手啦 視覺上沒有那麼的突兀 所以我是覺得還OK啦 看一下這個月影的頭雕 真的是非常的英俊瀟灑 而且我覺得它的頭型跟科博文有一點像 剛好也是一二三四四個角的感覺 只是它的臉就是一個陽光的大哥哥 非常俊瀟的少年 眼睛有藍色的塗裝非常的漂亮 頭一樣是可以旋轉的 左右的旋轉 比較緊一點 那也可以往後 往前 往後這個是變形功能啦 那它的鬆甲就是蓋板蓋過來的一個 算是薄薄的零件啦 不過還可以接受 而且胸口不對色的設計也是蠻好看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博派標誌 那它的腰部是可以旋轉的 那它身體還有一個關節可以往右斜 到時候是大合體腳掌的基地 群甲可以往上移動 那這個是變形的功能 那也可以側抬大約45度 前面的群甲可以上方獨立可動 側抬也是可以的 那群甲就是稍微會爛位一下 也有血平的旋轉 大腿往前抬 血輪關節大約90度 直蓋彎曲 大約90度 夠用了 前抄再往下折這個是變形的功能 也有左右的接地 一點點而已 背後的樣子也覺得還不錯看 讓很多零件都收納到背後 尤其是車輪的部分 但是還可以接受喔 手臂360度旋轉 那它的手臂也可以側抬 加上它的肩膀就可以達到45度 這塊肩膀的護甲可以稍微的旋轉 可以當作日本武士肩膀上的鎧甲還蠻帥的啦 你也可以把它往後凹 就不會阻礙到可動度 手肘彎曲二重關節超過90度 二頭肩旋轉 拳頭可以旋轉 四個手指頭也可以打開來 那它還有一把箱造型是還好 那一樣把月影的手指頭打開來 就把它握在手中 這隻卡住之後呢再夾進去就可以了 拿起這把箱拔起動作之後真的是非常的帥氣喔 那這把箱可以把它折疊起來之後 把這個蓋板放起來 就可以把箱督到後面這個凹槽裡 就把它卡進去就可以了 再蓋回去 那這個功能呢非常的不錯喔 那跟列車知識人的隊長鐘葵比較一下 我會覺得月影的人時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兩隻的變形之高王起來是差不多複雜的 那隊長多了一個背包的折疊 所以會更複雜一點點 那可能就是隊長他要背負太多的責任了 所以他的背包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背面的表現也的確是月影比較好一些 那總之這個式列還不錯啦 如果明年頻道沒有倒的話 那應該就會再介紹下一台唷 那今天這個MPG02列車知識的月影呢 我是覺得做的還不錯啦 造型帥式啊然後變形過程也好玩 雖然有點複雜但是還算蠻好理解的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收看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那非常抱歉啦各位 那其實這次的變形步驟呢 還是少了一個 就是背後的背包 他要折疊一下90度上去 這才是他真正的變形過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